欢迎来到早安您好 台式新闻现场我是刘亦涵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二 但您掌握今天报纸有哪些头版新闻焦点 首先中国时报头版来看到 应君子要注意了 双北市跟高雄 从9月1号开始 包括连锁便利商店跟咖啡店的棋楼 都将要全面被列为是禁烟场所 违规者最高是可以开罚到1万元的 自由时报头版 台湾首例 一名逼干代言的32岁准妈妈 怀孕三个月 干指数飙升破千 面临生死关卡 索性获得大爱者捐肝 顺利完成了肝脏移植手术 联合报头版 美国同意卖新型F16战机给台湾 也象征台美关系的巩固 还有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但还是不能轻忽了美国的战略考量 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希望 以此来制衡中国大陆带来的威胁 这是今天报纸的头版新闻焦点 而新闻开始带您来关心最新消息 天花板突然碎裂 让住户差点被活埋 桃园归山区的一处民宅 在昨天晚间8点多发生崩塌意外 三楼住户厨房上放的天花板 突然碎裂崩塌 四楼地板还直接被贯通了 连钢筋结构都清楚能够看得见 屋内的瓷砖跟厕所也都出现裂痕 石块崩落石 还差点把一名富人给活埋了 幸好当时旁边公公 及时搬石块把媳妇救出 而骚房局表示 目前已经把受困民众救出 暂时让他们到亲友家占住 当地不少住户都说 这栋房子是海沙屋 没有想到现在还真的发生意外 中部地区几天前降下豪雨 导致彰化市中华路的一栋 社区大楼停车场严重淹水 住户的机车跟汽车 统统泡在水里头 但是过了好几天了 还是没有人前来处理 让住户都非常的不满意 而根据了解 疑似是因为有民众 没有按时缴交管理费 才让管委会没有足够的经费能够处理 夹不到娃娃 居然就把气出在机台上 新美市知名乐华夜市传出 有娃娃机店被扼杀给搞破坏 业者在第一时间调阅监视器 看到两个男子 是在凌晨4点多跑到店里头 但是疑似不满没有得到奖品 居然开始出拳 重打机台的玻璃 导致荧幕破碎 初步估计损失就要花上2万块钱 而现在沿街店员 透过监视器画面更发现了 这两名破坏机台的男子 他们疑似先前 就曾经跟店家有过纠纷 怀疑他们可能是前来报复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爸妈 居然是把少女囚禁在家中 桃园是一名19岁女子 被生母跟继父 独自囚禁在透天座的二楼 而且时间还长达三年多 她把爸妈给她的零食跟饮料 用吊篮垂吊下楼卖给邻居小朋友 之后再买来二手手机球员 好不容易才获救 而桃园地检署 在昨天依照私行拘禁 妨害幼童发展 使人为奴隶等罪嫌 起诉了她的生母跟继父 又有一名台湾之光 还是年仅10岁的小男孩 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做吴比 他在美国2019宝可梦 国际锦标赛比赛当中 过关斩将 最后拿下冠军 而且在整个比赛过程 他都是披着台湾国旗 现在也让这名小小宝可梦玩家 瞬间爆红 口译哥赵怡翔 在日前被外交部派到驻美代表处 担任政治组长 不过当时就被外界质疑了 他的资历是不是不太足够呢 为此监察院在记者会上 也公开纠正了外交部 表示赵怡翔的这项任命 是没有任何的法律根据的 而且他的资历 也没有达到任用的标准 但是外交部却强硬反击 表示他们不接受任何不识的指控 这让监委在记者会上 非常的生气 大唱外交部 难道是监委的错吗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却逆不争取新北市 第12选区的立委连任了 第12选区包括西万金等地区 而他将要推荐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赖家伦来参选这个选区 预计今天就会正式在戏址 召开记者会宣布 而赖家伦是上个礼拜在戏址 开设了政治现金专户 才几乎确定黄国昌要弃选的消息 但是黄国昌本人 还没有松口自己的下一步 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上个礼拜六到台北走访了 他以前住过的永康商圈 但是过程当中却被眼前网友发现 他居然是跟永康商圈的理事长李庆龙 实质紧扣牵手在逛街 对此李庆龙出面回应说 当时是因为担心李嘉芬 穿着高跟鞋很容易跌倒 是出于保护的心态 才会出手牵着他 也因为自己是宪兵出身的 贴身保护过时任的行政院长蒋经国 而先前台北市长柯文哲造访时 他也曾经对他伸出过援手 对于这样风波的牵手怡云 李嘉芬透过朋友表示 会引发这种误会 还真的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他也对于永康商圈感到非常抱歉 而至于韩国瑜在跑行程时 听到了这件事 没有多谈就上车离开 查威则最新意外消息 在新北市三只一处社区民宅 清晨突然烧了起来 一到三楼陷入火海 而且猛烈火势还不断从火场看出 警销人员赶到现场拉甩线灌咒 才把火势给顺利控制住 但是有一名50多岁男子表示 他的哥哥还受困在屋内 让消防人员赶紧到三楼厕所 但是发现男子已经被浓烟给呛昏了 失去呼吸心跳 也立刻把人送到医院来抢咒 警销人员初步研判 起火点应该是在一楼的位置 但是由于屋子里头堆放大量杂物 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也瞬间往二到三楼窜 幸好没有延烧到隔壁邻居 而屋主夫妻跟女儿 也一大早就出门做生意了 但是他们知道二号也赶到医院 希望大儿子可以顺利的脱离险境 打火车时 对战务人员的态度最好要好一点 否则是可能被拒在的 一名时常在YouTube上面分享 工作点滴的台铁屏东潮州火车站 秋信副站长 在日前 他就碰到了一名带单车的乘客 不但是拒绝被向导协助前往车厢 还不断对着台铁人员大扫声 吼叫的说 你那种水准不用来服务我 这让秋信副站长当场决定 要解除运送契约拒载 秋副站长也透过影片表示 他分享这段影片 不是要给奥克教训 而是希望可以教育更多人 乘车的权益还有秩序 南部连续几天 雨淡狂炸 在高雄市路面 都开始出现大小坑洞了 在道明中学前面 就有机车骑士经过时 遇到坑洞 一不小心 也人带车摔飞出去 而另外还有速食店的外送员 也在左营区华夏路 因为路上坑洞 摔车跌倒受伤 这些情况都让目击民众看不下去 纷纷po往抱怨 南投各地 最近水患平船 头83线往万峰部落 又出现土石流了 还导致道路中断 而此外 中寮厢还有果园大面积走山 让农民损失非常惨重 不过就在前一天晚上 市区也因为瞬间性的强降雨 中山接水沟附和不住 让大马路变成了小溪流 南台湾连日大雨不断 让蔬菜跟瓜果全都泡烂了 损失相当严重 像是云林的菜园 损失就高达四成 另外在高雄 原本要收成的木瓜 也因为下好雨的关系 导致水伤发霉了 另外不少小吃店家 现在也照顾连天 因为光是一天的进货蔬菜价格 可能就要多花个一千多元 很多民众也直呼了 最近的蔬菜价格实在是太贵 有业者透露 夜市部分的平价牛排或餐厅 会使用虫组肉来代替纯肉 而现在更有一名YouTuber 揭露了虫组肉的制作过程 还把现场做实验 把猪肉牛肉等 不同三种的肉品黏在一起 而且是完美结合 让你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这样的画面播出之后 让不少网友看了都很吃惊 而把不同肉粘在一块 就是TG酶 这种食用酵素对人体虽然没有伤害 但专家要提醒了 重点是肉的熟度 因为就是担心虫组肉的细菌比较多 民众在吃的时候 建议要点全熟比较保险 进入八月中下旬 又到了夏季用电的高峰期了 工业总会在先前曾经发表过白皮书 担心绿能政策恐怕会造成缺电的问题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就坦言了 在2016年蔡总统上任时 台湾当时的供电状况 的确是出了一些问题 不过现在经过三年来 电力政策的调整之后 今年七月份用电虽然破历史新高 但是倍转率仍然是可以维持在10%以上 他就强调了 就算2025年之后 高推估每一年会新增 尖峰用电92万千瓦 但是透过旧机组更新 还有绿能接棒 可以保证到2030年前 都是不会缺电的 以日本恐怖漫画家伊藤润二 作为主题的全球首场夜跑活动 这个月17号才刚在台湾落幕 但整个场景布置跟动线规划 现在却被民众骂翻了 不少跑友更气到要主办单位退钱赔偿 因为这场活动报名费 从990元到2280元不等 不算便宜 但是主办单位原本主打 有烧肉吃到饱的补底站 在现场却是端出了水鱼片 另外还有坟墓稻草人的场景布置 也被形容连小学生的作品都不如 再加上没有做好人数控管 夜跑根本是跑不了 让不少跑者是用散步的方式走完全程 好了是退费纠纷 长榮航空服员在今年6月份无预警罢工 当时很多旅客都被迫取消行程 现在更有罢工受灾户郭小姐爆料了 说当时他们订了国际连锁度假村 机家酒的包套行程 准备要去家族旅行 但是因为这场罢工被迫取消了 之后旅行社原本说 这机票的部分可以先退钱 但是又改口说要等航空公司退费下来 最后虽然改口了 说所有费用统一由度假村来支付 而结局就是要度假村合作的保险公司来做理赔 还必须要再让他们等3到6个月 让郭小姐简直气炸 稍安怀的您关心 在小子化的浪潮之下 现在小富翁也越来越多了 5岁以下开阜的合同就有超过3成 详细内容马上回来 7点30分出门上班上课 带您掌握今天各地的天气概况 今天天气持续的不太稳定 尤其是不排除有中尺度的低压 会在西南方的海域生成 让中南部的今天天气变化非常的剧烈 摄像局也对嘉义以南还有澎湖发布了大雨特报 这些地方今天容易有短时强降雨 要注意雷急强震风 山区也要严防土石坍塌 白天各地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 而中午过后因为配合热力作用影响 震雨或雷雨的情形还会再更加明显 温度方面因为下雨的关系 今天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度到32度 没有下雨的时候感觉起来会有一点闷热 几个地方也要特别留意紫外线了 包括整个东半部地区 宜兰花莲跟台东还有外岛金门 今天值外线指数最大值 是有机会到红色过量级的 而其他地方都是达到高量级 今天的空气品质部分就还蛮不错的 因为全台各地降雨几率都是偏高 受到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 各地空气品质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有关今天各地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但您快来关心 嚣张黑帮分子 只因为不满前女友遗情别恋 居然要找秦迪来谈判 没有想到对方没来 他一气之下找了同伙 把秦迪的朋友强压上车恐吓 还塞进后车厢 接着再丢包到公园 而警方调查发现 这名有姓主持人 他原来是天道蒙的份子 绰号叫做不点 不但是经常打架闹事 去年还跑到台北市西门町 找兵店下手恐吓取材 苗栗县造桥 有一间合法烟火工厂 在昨天发生严重火灾 两个外籍女劳工一个人全身 受到35%的二级烧烫伤 另外一个人则是脚扭伤 被紧急送医 而起火原因初步调查 疑似是因为他们在田庄高空烟火时 不小心引燃火药 大火烟烧了将近一个小时 好不容易才被扑灭 但厂房几乎全部被烧毁了 而这间烟火工厂成立有36年 去年跟今年还曾经承揽过 日月坛花火音乐嘉年华等不少大型的烟火手 有关劳工诉讼权益重大变革的劳动事件法 在去年底已经通过立法 并且经过总统公布 司法院昨天定在明年1月1号实施 未来各法院将会设劳动法庭 专责来审理劳动征诉 并且法官将会跟专业人士 共同组成调节会员会 希望让劳资纠纷迅速又快速地解决 劳动部在昨天也预告 台电轮班人员将可以适用劳机法 缩短轮班间隔例外弹性 不过至于台湾中游台塘轮班人员 适用缩短轮班间隔例外弹性的时间 直到今年7月底为止 这个修正草案预告期 从今天开始14天之内 各界都可以提出意见 预告期结束之后走完行政诉讼 正式公告才会开始生效 在网络上又出现假消息了 这一次是有网友 在韩国瑜后援会的脸书上 贴出了一张照片 名称叫做台南淹水奇迈在哪里 一次是用来回籍 上个月高雄淹大水时 行政院副院长陈希迈 要比市长韩国瑜早一步到 常在第一时间前来勘灾 但现在这张照片被网友抓包了 其实是去年桃园淹水的照片 根本就是个假消息 也再度引发讨论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表示 将会提告 秋冬扩大旅游补助 九月份就要开跑了 首度把观光游乐园业 也纳入补助方案 12岁以下扫朋友免收费入园 由政府补助350元 余额则是由业子来吸收 现在有业者就看好商机 开始眼里加码风案 要来冲高来客树了 但是也有业者担心 像是票价比较低的游乐园 可能会比较吃亏 在少子化的浪潮之下 小富翁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根据台北富邦银行的统计 旗下小富翁的账户总数 已经接近25万 其中5岁以下开户占比 还超过三成 显示出很多爸妈 早早就为孩子们 开立专属的银行账户了 其中又以每一年2到3月份 还有7到8月份 为两大开户的尖锋时段 国际焦点来关心 对于同意80亿美金的 F-16V战机对台军受案 总统府表示感谢 未来将会大幅强化 我国空中防卫能量 另外一方面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他也透过了竞选总部 发布中英文的新闻稿 要感谢川普做的决定 还说如果未来当总统的话 会善进和平捍卫者的角色 只不过现在正值美中贸易战 川普亲口宣布 学者认为 他念资在资的 都是如何兑现 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的 竞选承诺 如今亲口宣布 批准这批订单 这些新工作机会的光环 当然也会回到他的身上 川普政府 不但是在法案上 不断加码有台 军售案更是大方 国际间传来好消息 在瑞士举行的羽球市警赛 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 7月47分 带您关心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香港今天凌晨传出砍人事件 有一男两女在将军奥的行人隧道里头 要整理民主墙的流言板时 当时一名中年男子突然从腰间拿出了一把菜刀 朝三个人一阵乱砍 男子随后逃逸 而受伤的一男两女随即被送到医院来急救 其中一名女子伤势比较严重 警方研判砍人男子疑似是亲中派的人士 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出手砍伤反送中的人士 目前也正在权力其胸 香港818流水市集会 总计有170万人参加创下记录 也持续引发国际间的关注 而最新消息 美国副总统彭斯19号再次呼吁中国大陆 要尊重香港法律的完整性 否则美中贸易谈判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但是面对华府施压 中国大陆却重申 当前香港的首要之物 是要依法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中方会坚定支持港府的执法 来惩治犯罪者 这天一亮就会像鬼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切交易都是摸黑在进行 而且卖的东西还保证是来路不明 中国大陆大连海域 在上个礼拜被民众拍到 海上居然同时出现四个水龙卷 7点56分 但您关心行政院公布了 各机关对危害国家自通安全产品 限制使用原则进购清单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出炉 行政院表示 未来进购清单 不会只公布禁用品牌 将会包含禁用的理由 还有相关可能带来的危害内容 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烟火节 一共有八个国家参加烟火大赛 比的是创意跟亮点 那么最后由地主国俄国脱颖而出 拿到第一名 精彩的烟火兽新闻最后 带您快去看看 我是刘亦涵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早安您好 台式新闻 也要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再会